我们今天又在酒店里面吃饭了 然后因为今天就是从曼谷到普吉岛这边 然后呢因为到这个普吉岛当地已经是9点了 然后因为酒店其实离机场还蛮远的 然后又坐车过来又check in啊什么什么的 就是他是住下已经11点钟了 然后因为其实今天除了中午那顿大时代 没怎么正经吃饭我们俩还挺饿的 然后这个酒店它度假酒店其实里面挺舒服的 但是位置稍微有点偏 所以大半夜我们也不敢自己下山去海滩边上 所以就又在酒店里面点了饭 然后现在我觉得这个饭看着可诱人了 特别想吃 点了一个牛肉炒饭 然后一个炸春卷 还有一个鸡翅 所以我们现在就准备开吃呗 看看我们这个饿的 吃的简直就是光盘行动了 看一下 全都吃完了 要我来评价呢 这个炒饭我个人十分的话搭九分 但是我十分没有那么喜欢吃 主要是因为有两点 一个是有小米椒 一个是有小虫 特别适合我中国人的胃口 然后这个春卷呢 也是还挺好吃的 鸡翅也不错 所以整体我觉得都挺好吃的 已经是光盘行动了 越来越多了 越来越冲 越来越多了 越来越多了 越来越有油 越来越下越 越来越来越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我们现在就坐这个酒店的沙特巴斯下山到巴东的海滩这边了 其实这是我们第二次来普吉岛 因为我们两个上一次来普吉岛是来拍婚纱照 对没有听错我们两个的婚纱照就是在普吉岛拍的 然后当时我们前三天就是住在巴东的这个海滩附近的一个酒店 然后所以刚刚过来的时候看到一路上这些酒吧呀 什么餐厅啊 然后这些招牌 虽然你不知道名字 但是看那个路的地形啊 就是沿街的这个景色都觉得很熟悉的 所以我们就打算今天下午在这边转一转 然后逛一逛吃点海鲜什么的 那我们现在到这边就是在路面摊点了一个椰子加芒果糯米饭 那我们现在到这边就是在路面摊点了一个椰子加芒果糯米饭 这两个在一起的话这顿小吃我可以打8分满分是10分 对于好几分之一 这是在路面摊点 是最后一样的体员 我们已经在路面摊点了一个椰子加芒果糯米饭 所以我们在路面摊点了一个椰子加芒果糯米饭 现在我们要多有人在路面摊点了一对 这样的光是唯一呀 现在我们就在路面摊点了一个椰子加芒果糯米饭 好 现在采访一下你 你今天玩的跳伞那样的感觉怎么样 感觉很爽 因为其实我之前在无论国内还是国外的海滩都看过 眼长过 但是之前都没敢玩 然后今天就是一鼓作气玩了 然后觉得还挺好玩的 就是它在起来的那个瞬间有点吓人 就是一下子飞上去 但是它实际上飞上去之后还挺稳的 然后就是风比较大 因为今天海风也挺大的 然后就是在高处可以看海 然后看山 就是还挺酷的 然后你还会觉得意犹未正在的下海了 那现在呢我们就来到这个卡伦海滩 这个海滩呢就是我们之前拍婚纱照的地方 真的是感慨时间过得太快了 我跟我媳妇在一起认识到现在 差不多快13年了 然后结婚呢 差不多快8年了 就是7 8年的这个样子 感觉真的是时间飞快啊 但是我现在就像感觉第一次见到他那样 还是那么的喜欢 那这次呢 本来还是很纠结 带带物行pro的 没想到我们就来到这个我们当时拍婚纱照的一个海滩 我就想着在这里用Vision Pro拍一个那种空间视频 拍的空间视频呢 不知道10年之后我们再回看这段空间视频的时候 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想法 而且呢 Vision Pro呢可以把2D的视频转成3D 所以在这里也可以看一下我们当时的那个婚纱照 然后转成3D的那种感觉 然后再拍一段空间视频 其实有的时候会想象就是影像它的一个力量 就是从现在开始一直持续到很久以后的 因为我一直觉得影像时间是很重要的一个条件 就是有的人会觉得我现在拍照好像没有什么 但是时间真的过得很快 你可能5年之后10年之后再回看 那个时候原来是这个样子就会很感叹 所以呢不管怎么样随时的拿起你随身的设备去拍摄 不用去管它以后什么时候会用到这个拍的好不好 只要放在那里总有一天你回头去看的时候 都会觉得是一个很值得纪念的一个回忆 在海滩边呢说实话用Vision Pro还是有点心疼 因为它我觉得苹果啊 它每次在设计的时候 它只就是在乎好不好看 对于那种正常的那种硬度的那种实用性 它就不会关心的特别多 所以我特别怕这里的沙子啊 把这个前面的那样一个Vision Pro的一个镜面给划伤了 然后我这次呢不止带了这个Vision Pro 还带了一个小的就是NEO那个无人机 这边风比较大 但是跟随应该能够拍一下 就是拍一个跟在我们后面的那样一个视角 所以又回到了我们之前相爱的地方 就是拍婚纱照的地方去记录一下 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所以就用Vision Pro去拍一下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婚纱照 然后我们的空间的视频 看一下 Vision Pro 其实我自己觉得重量还好啊 我在飞机上一开始用的时候呢 还觉得挺色孔的 但是后来我就已经习惯了 我不管别人看我是不是很奇怪 我自己就看得很爽 我就觉得很开心了 就这个地方 看看 不要被沙子给划了就好 先放在这电池 给大家看一下 好 我现在呢就给大家去看一下 我把我们之前的婚纱照 调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我觉得之前那个婚纱照拍的 我觉得很傻 从现在看 就觉得很傻 就把我批的一个非常的奇怪的一个样子 本来就长得不够好 就还批的很奇怪 好 现在把我们的这样一个照片拿出来 看看 这个就把我们去批的很奇怪 我的这个样子 把它放大一点 16年 哇 时间过得好快 放在这个地方 看一下 多好 然后再把它转成一个3D的 它现在正在生成3D的 真的 这个感觉真的是太好了 真的 把它拖过来 放到这边 当然这里有个伞 放这里看一下 后面是那个海 这个就是我们3D的一个婚纱照 这个再转一下 这个再转一下 真的很爽 挺好 挺好 真的是有一种回到了现场的感觉 哇 这个感觉就是很爽 很爽 就把它 铺了一大片 这种沉浸的模式 特别特别好 所以我自己啊 买了这么长时间的Vision Pro 很少去跟它去聊我后面的使用 但是基本上我每天都是使用的 我还是觉得很好用的 只要重量你能适应的话 因为我自己觉得还是挺适应的 所以就看你们了 哇 真的还是很棒的 这样一个感觉 现在呢 来叫你去使用这个无人机 这个无人机其实很简单 就是你按前面那个键 手伸长 让它看着你的脸 抬高一点 对 长按 它会飞起来 就可以跟随了 你走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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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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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